今天给大家说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 就是经常带大家逛一些个大集 去花卉市场 给大家说一些买花的事 很多话说 你不怕被打吗 没事没事 我这个在说的时候呢 戴着口罩呢 再一个呢 就是没有说是人家不好 你毕竟有很多说 老阿姨 你看我在花卉市场买到什么 骗子太可恨了 你花多少钱 你花三块钱 你想买个老师来师 是吧 你最多买个小玩具车 你说对不对 你确有的话也是那个道理 你说一个劳力士的绿水鬼 好几万七八万 那个哪哪哪卖的100多 老好看了 能顺真的吗 宝贝 能顺真的吗 你就背心思心思 100年前的劳力士手表 别说100年前的 就是这打折 打个多少折 它也不可能 外面现在哪个主播 那么大气的送那个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了解 本身产品的价值是多少 然后你再想 你到底是花了多少钱 好吧 你本身你就像咱们在某西西买东西对吧 本身我没 某西西去 我就是笨便宜 其他我不考虑啊 是吧 你可能在某宝某冬啊 说某猫 你花好几千啊 你买了个假货 你说是骗子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花卉行业里面 咱们就说以最近的这个梅花为例 有的花博说 辣梅不是梅花 对吧 包括现在呢 也有话有让我说说这个木瓜 这个华丽木瓜这些个什么木瓜海棠等等一系列 就是在里边这些事 科普这些个事 其实呢 我跟大家说哈 养花认真 你就输了 也不是说不让你认真 反正是我不会这是蒙大家 再一个呢 大家在买的时候呢 你多半哈 你多半也就冲着新鲜去的 你根本 你别说是真的假的 你根本就压根没有想过 你是怎么能把它养好 咱们养花为了啥 一个是看 一个是陶冶情操 对不对 你又不是搞科研啊 你又不是说非得去给它分类 不是说不让你分类 有时候呢 我还给大家说一些 你像咱们前段时间 说那个北美东青啊 包括那个五次狗鼓这个事 你不是也跟大家说过吗 对吧 你简单的一盖它就行了 你喜欢哪个就是哪个 你甭管它真假 你也甭管它叫啥 只要你喜欢它就是好东西 你像菊花不能再加养 百树不能再加养 什么东西 槐树不能再加养 不吉祥 你看不住喜欢 我很多同行养发财树了 养发财树了 我还没钱的方材 赔钱赔的 是吧 毛都不剩的也有 养发呢 我希望花门呢 你别太较真 你如果说真有较真的功夫 我建议大家多从工作 和自己的一个事业上面去较真 让自己的人生显得不一样 养发只是一个情趣 一个陶冶情操的事 业余时间呢 玩 对吧 你们又不是当职业 跟我不一样 我肯定是要去较真的 而且呢 我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有时候呢 在做视频的时候呢 也可能不是那么严谨 希望花门呢 有简单的理解这个事哈 别再认真了 你 你搞的 你搞的 很专业一样 有用吗 你挣多少钱 是吧 其实呢 希望花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 放到生活和陪伴家人 以及自己的事业上面 养花只是一个乐趣 就像钓鱼 就像打扑克 不要影响你的心情 好了 不是养花一 养花气壤一 希望花门呢 摆动自己的心态就行了 当然了 也会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的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了 拜了